據聯合國的報告說 從伊斯蘭國組織手中重奪摩蘇爾的軍事行動 導致流離失所的伊拉克人持續增多 這場戰鬥已持續一個多月 伊拉克安全部隊赫爾德武裝力量和什葉派民兵 正從摩蘇爾周邊向市中心迫近 伊斯蘭國組織已佔領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兩年多 聯合國的報告說 已有68,550人流離失所 其中上星期新增的有14,000人 該報告警告說 隨著戰鬥向摩蘇爾人口更加囚密的區域推進 會有更多人逃離這座城市 伊拉克洪新月會組織估計 流離失所的人已超過85,000人 這兩個組織都說 他們正在盡他們所能為人提供食物和健康援助 聯合國說 非常需要人道主義援助的群體 包括難民營內外的那些流離失所的家庭 和從摩蘇爾激烈戰鬥當中逃離的人 加拿大滿 最重要的而且維持運動 稍後 一定是非正常的家庭 詞曲 開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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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開箱